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累的眼睛又残破 漫长的能夺 你是个火种 我只想做你心中的英雄 比天更高 我飞上云霄 希望就在前方 闪出万丈的光芒 比天更高 在世界指点微笑 你给了我足够勇气 占越风雨 坚强飞行 让我无限接近理想的反省 我哭 我笑 我飞 做大事的人 必定有大心胸 有大单程 这是最简单的 你懂不懂 那你说 该怎么干 你听我的 我听你的 可别把事闹大了 你就放心吧 你听我的话 鸭巴 你还没走啊 谢谢你鸭巴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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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她也带回来了 那就住进来吧 要不等过了年 我就帮你们把喜事给办了 来来来 进来进来 老天 老天 你回来了 王爷 免了 您请 王爷 您怎么来了 老天哪 前者可苦了你了 你也知道 你说你这事惹得也太大了 别人都不好掺和 王爷哪里话 小事一件 先别说别的了 阿哥们过会儿要来看你 这事啊 还得多谢四阿哥 多亏了他 要不然我这脑袋 可能就不在肩膀上了 其实啊 三阿哥和五阿哥也着急 可是他们现在啊 老天 这我得说你了 你惹这个老梁干嘛呀 连带着三阿哥和五阿哥 在皇上面前也丢了脸 王爷 王爷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麻烦您捎个话过去 我不打算回上书房了 也不想见各位阿哥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回去了 别见老天 那我可得劝劝你呀 别见老天 那我可得劝劝你呀 我可得劝劝你呀 爷 爷 爷 田师傅给放出来了 三哥 甭背了 我背着都头疼 你还能背下来 不背怎么办呀 你说说咱们这国语啊 怎么这么别扭 机会来了 三哥 老天放出来了 你还不让老四去看他 就你那个蠢主意 揍老四 别扯了老五 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这算什么呀 你就别管了三哥 老四哥 反正这事有好处 而且有你的大好处 这总行了吧 老五 这事你可不能再骗我了 你放心吧 那三哥你就听我的 三哥 三哥 你找什么呢 没找什么 没找什么 老四 你听说那件事吗 田师傅回来了 放出来了 没事了 在哪儿呢 在家呢 咱们两个人偷偷去看看他吧 何必偷偷去呢 我的意思是 就不要惊动旁人了 叫老五老六一块去吧 老五当初怎么对老田的 你也知道 他现在已经没脸见老田了 就咱们俩去吧 我已经跟国语课的师傅请好价了 走吧 也好 走 走 三哥 怎么就咱们俩去啊 老四 咱们俩快去快回就是了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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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咱们不是去看田师傅吗 怎么不走了 我 我想买点东西 你看那风筝怎么样 三哥 三哥 你怎么了 这是多大的人玩的呀 是啊 是啊 三哥 咱们请假出来时间紧 你我还是赶快去吧 好 走吧 驾 驾 驾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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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师父 阿哥们 你们怎么来了 田师父 田师父 快坐下 田师父 您可算回来了 可把我们担心坏了 都是我自己不好 田师父这件事上 何必责备自己呢 四阿哥 我知道 在这件事上 你处理最多 我简直 惭愧欲死啊 田师父 不必客气 田师父 我和三哥是请假出来 时间很紧 我们说出话就走了 田师父 您必定是 不想回上书房了吧 是啊 我不想回去了 田师父 您真的不想再回上书房了吗 您真的不想再回上书房了吗 您不想回上书房了吗 您不想回上书房了吗 但我真的不回了 田师父 其实上书房很需要您 道是根本 可是治国也有有术 其实田师父钻研的术也不是错的 只是术必有道 而不是相反 老四 你这说什么呢 三阿哥 四阿哥说的是 读书人 先学做人再学做事 如果做人的原则错了 那可就南辕北辙了 田师傅 您还是回上书房吧 好 我再想想 两位阿哥 既然不是正常请假出来的 那就快请回吧 四阿哥 我感谢你 就是我不回上书房 也乐意听你说话 两位阿哥 请慢 田师傅 告辞了 请 你干什么你 你给我张东西 你没看见啊 三哥 没事了 走吧 老四阿 我那急 我先解个手啊 三哥 你刚才在田师傅那儿 不是已经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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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别留情 给我往死里打 三哥 抓刺客抓刺客呀 来人哪有刺客啊 来人哪快抓刺客抓刺客 快抓刺客 快跑了 快跑了 抓他们 让开 真混账 你这傻东西 把我们叫来又拦着我们办事 你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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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呀 老四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 都是老五 他说找人揍你一顿 我也知道是个傻主意 可是 三哥 你打算怎么办 这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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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 三哥 今天的事 我可以不说出去 可是 从今天开始 你再也不能这么糊涂着 办糊涂事了 是啊 我哪知道 老五他埋伏的都是刀斧手啊 这一刀一刀的往死里砍啊 老四 我打死了 三哥 有完没完 今天我不把你的黑肠子打出三岁来 咱俩没完 哪位都不客气了 别打了 爷 爷 别 还手 别打了 别打了 你 两位 快去上桌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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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怎么了 我也说不清楚 您赶紧看看吧 好 闻娘 您这是干什么 我这是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干 我就是担心你 老娘 儿子在想 我也许应该去一趟 骑驾窝棚 儿子 这事儿 你不是都 儿子忘不了他 真的忘不了 你也别想了 慧如的事 其实 其实你不用担心 恶娘 我是担心 万一他还在 骑驾窝棚的话 这天越来越冷 他怎么生活呢 你怎么不明白 慧如她现在 不可能在齐家窝棚 还有 齐下的闺女 从十三岁开始选秀 傅茶家的 和娘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还没说完呢 爷 您怎么了 我头疼 躺得厉害 爷 您这是出什么事了 爷 您怎么了 爷 您不是病了吧 没什么 我就是头疼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蓝柱子 你过来陪陪我 爷 我给您请医医一下 不必 我谈会儿 谈会儿就好了 来 大夫 怎么样 不会的 赶紧的 您再扎几针 还是有什么汤药可以用 大夫您说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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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往哪儿去 大夫 我给傅茶家瞧病也有十几年了 这慧如姑娘实在是准备后事吧 大夫 大夫 您不能这么说 您这是什么话呀 您不能 我是救我不救死啊 没救了 真的没救了 大夫 大夫 求您了 慧如他不能死 大夫 你千万别这样 您千万别这样 不 不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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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带我进去 富二爷怎么样 我带来了京城最好的大夫 那就快请吧 好 快把麦开方子 怎么样 大夫 王爷 请你们到外面烧些片刻 让病人安静一下 我们什么家 富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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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妃儿 妃儿 奇怪啊 四阿哥的脉象没什么不好啊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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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你怎么了 我四哥怎么了 四哥 爷 爷 您到底是怎么了 您说话呀 大夫 我家慧如他怎么样了 小姐叫您进去 夫人 小姐叫您进去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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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 慧如 我的好孩子 慧如 你受苦了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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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是个不争气的 娘 我自己做的事 我要自己承担了 我一点也不后悔 我只是心疼您 白白养了我一场 本来还指望着报外孙子 还指望着给你和爹爹养了送终 现在 倒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慧如 你别说了 娘心里难受 是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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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 娘 您别再难受了 慧如 我的好孩子 你别怕 娘就在你身边 娘 娘是走了 娘就跟你一起走 娘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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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友 就是 你才能抱怨 你才能抱怨 啊 我 你摇手 你咱走 王爷 慧如 我不让你们进去 住手 爹 爹 爹 王爷 能帮斯阿克的人 就只有你们两个了 我一个女子 有不了多久 她就会忘了曾经有我这么个人 如果 有你们在 我就放心了 回我 爹对不起 不该让你读那么多的书 爹 你别说糊涂话了 爹 这跟我读书有什么关系呢 爹这一事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爹 是 你怎么会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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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认性是好的 你对他的好 我都知道 他又是跟你使性的 无论如何 也要你原谅他 我懂 小叔叔 小叔叔 麻烦你们 小叔叔 叫他哭进来 爹 阿姨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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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扰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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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姑 她请你进去一下 慧如 你不要起来 你不要起来 灯儿 灯儿 我这个时候 我也没有力气 跟你多说话 我和四阿哥 病情欲解 你是知道的 慧如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全知道 我全懂 有的是你懂 有的是 你未必懂 四阿哥这一辈子 最需要的女人 是你这样的 你能帮她 你能照顾她 你能让她伟大 慧如 你不要这样说 我宁愿你和她 走对神仙眷履 也能给她 走对神仙眷履 主要是 是 一个人 有些人 要是 有人 忘记 我不是你这么说 没有 我本来 想给他修个东西 可是我手笨 老爷修不完 这回 我把他 交给你 你给他修完吧 好吗 好 德儿 你抓紧我的手 来 回手 回手 对儿 抓紧我的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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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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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我進去吧 慧如 慧如姐 慧如姐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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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呢 红珠子 你甭跟着我了 爷 为什么 您要上哪儿 红珠子 你跟爷这么多年了 爷对你不够好 你恨爷吗 爷 您这是怎么了 红珠子 以后你自己好好的 喜珠子 您也回去吧 爷 我跟您走 甭管怎么着 我都跟您走 回去 老五 你得跟我说实话 你是真想杀老四吗 再怎么着 我也不是禽兽 我怎么能杀老四呢 你原本是什么意思 我是绝望了三哥 我是气迷心了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一直后悔 一直害怕 我只是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他要是真没了命 他要是真没了命 我也许高兴 也许难过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你 你可害死我了老五 咱们跑吧 咱们不跑 咱们不跑 咱们不跑连命都没了 行了 三哥 行了 老五 要不是你捧不起来 要不是你手术两端 也许今天的局面 不会是这样 那怎么办 咱们分头跑吧 再五跑就惨了 要是被抓住了 以老四现在得意的尽头 咱们全都没好 那往哪跑 还是那句话 咱们得分头跑 我估摸着皇阿玛 派来问话的人就快到了 说是问话 其实是来抓咱们的 如果咱们再不跑 宫门口都出不去了 我是问你 咱们出去后怎么办 找红生啊 红生 对啊 找红生 那上哪儿找红生去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非我 有谁知情为何无 总叫人喊心如枯 每处戏剧都会落寞 谁在乎 把这段过程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语物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和你相遇是种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语物 我愿化作一滴蜡烛 落在你心中变成美丽 这也不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 思念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静以后 尘归阵途归途 若不能悄悄暮暮 又何必凝心刻骨 倒不如把这段过程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语物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和你相遇是种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语物 我愿化作一滴蜡热 落在你心中变成美丽颖 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